傻眼我就觉得说为什么 我清我的家具就好 我连你的家具都要清为什么呢 曾因为铁门生锈求偿案件 怒杠房东因此爆红的房客王小姐 事隔一年再度出面控诉 这场租九分还没结束 工人蹲在地上除锈涂油漆 这扇大门就是当年闹大的生锈铁门 王小姐提供这段影片 表示房东花钱请人来处理 总价四千元 事后却要求一人出一半 说两方都有责任 一人一半 我就想说为什么要一人一半 对啊 本来铁门就不是我们弄坏的 不过这还没完 王小姐控诉 今年四月中旬 房东突然告知 五月三十一号前要退租 包含沙发冰箱衣橱等等 屋内原有的大型家具 需要全部清空 王小姐不满 认为那是房东的产物 没必要负责 更加码指控 清点完都已经退租 又传讯息说水龙头漏水 浴室的抽风机也坏掉 要他付钱 一直在那边 就是跟我挥那些钱 因为当初都有练迷戏出来 他也说没问题 然后我也想说算了 就 就 想赶快跟他切割 因为上次提门事件 我真的觉得 就很烦很烦 王小姐不满 认为一直被凹钱 但除锈费用 最后也妥协从押金里扣除 记者实际联系房东 结稿前则占无回应 但据王小姐转述 有退还一个月的押金 双方目前算是已经和解 当中三星的薛玉珠 温尔连在新北市采访报道